那我们现在再来看的 这个第三个 就取不同构建为机架 它的演化方法 我们前面讲过 什么是机构呢 机构具有固定构建的运动链 就叫做机构 那么这时候我们取不同构建为机架 那么这时候自然就形成了不同的这个机构 所以这个呢 我们就依据前面机构的组成 我们来看一下的 取一个角链四杆机构 取不同构建为机架的时候 它可以演变成什么样的机构 我们先来以这个角链四杆机构为例 那我们说这是一个运动链 那么对这个运动链的角链四杆运动链 当我们取不同构建为机架 就可以得到了不同的这个机构 那我们看构建四为机架 这时候我们打上引引线 这时候呢就是四为机架 那么这时候连架杆就是AB和CD 那二呢就为连杆 那我们看这个机构是一个什么机构呢 从运动形式一看呢 这两个连架杆一个是曲柄 一个是摇杆 所以这个机构呢 我们就叫曲柄摇杆机构 当我们改变呢构建的这个 在另外去其他构建为机架的时候 又被研究什么样机构呢 我们可以看 如果我们去构建一的话 那这时候呢构建AB为机架 那这时候我们看观察一下 这个机构的运动 我们可以看 这个呢两个连架杆是做的 整周转动 都是曲柄 所以这种机构呢叫双曲柄机构 这就是我们前面讲的这个双曲柄机构 现在我们再以二为机架 取构建二BC为机架 这时候呢我们看 同样连架杆BA和CD 都是一个做整周转动 另外一个做往复的摆动 所以这个呢 仍然是一个曲柄摇杆机构 那我们再看去构建三位机架 也就是CD为机架 那这时候呢 它的连架杆DA 和CB 只能呢 做往复的摆动 在一定范围内做摆动 所以这时候呢 它是一个双摇杆机构 双摇杆机构 那么这个是我们看 是一个角链的四杆机构 那么我们说 我们对一个曲柄滑块机构 特别是一个偏执曲柄滑块机构 那么取不同构建为机架 那么可以得到哪些机构形式呢 我们现在看第二个例子 那么这个呢 是含有一个移动斧的四杆运动链 那这时候我们要组成机构 必须取一个构建为机架 例如我们取构建四为机架 构建四呢 它是导杆 这个固定以后呢 就变成导路 那这时候呢 我们可以看 它的廉价杆是什么呢 我们看廉价杆 一个是1 也就是AB 另外一个呢 就是构建三 构建三滑块 这个是两个廉价杆 那这时候呢 我们看这个连 构建1呢 做整周转动为曲柄 而构建3呢 是做往复的移动 为滑块 而且这个是一个偏制的 所以这个是偏制曲柄滑块机构 我们对这样运动力 我们再去构建1位机架的话 那这时候呢 它的两个廉价杆 一个是BC 另外一个呢 就是A 构建4 也就是2和4 这两个廉价杆呢 我们来看一下 4呢 是导杆 就这时候因为是 滑块的导路的这个杆 现在变成运动杆了 我们把它叫做导杆 那这时候我们看 它的运动状态 是一个什么运动 那我们可以看到 这时候 我们这个机构呢 BC 是做整周转动的 所以它属于曲柄 那么另外呢 这个导杆呢 它也是做回整周转动的 叫回转 因为它是导路回转 导杆机构 所以我们这个机构呢 你看 它是两个都能做整周转动 因此这时候呢 我们叫做偏制回转 导杆机构 当然也可以说是 曲柄 偏制回转导杆机构 但一般通常情况呢 我们把它剪 如果导杆能够做整周转动 那曲柄肯定是能做整周转动的 所以这时候曲柄可以省掉 简称为呢 就是偏制回转导杆机构 那我们再看 如果以二 构建二为机构 那我们看 这时候的它的连架 连架杆是什么呢 是原来的构建三 和构建一 那构建一做整周转动 所以属于区柄 而构建三呢 原来是滑动 现在呢 变成了 我们看 这个滑块是做什么运动的 它是做 在一定范围内做摆动 所以我们把这个就叫做 摇块 我们把这个叫做摇块 所以叫做 那么这个机构呢 的命名 就按照呢 两个廉价杆的运动特征 构建的特征 来命名 那这个就叫做 曲柄 摇块 机构 就是 那么由于这是偏制的 所以叫做 偏制曲柄 摇块 机构 我们再看 如果我们把这个 滑块呢 三 构建三固定 那这时候 这个机构运动 我们可以看呢 这个导杆呢 是做往复的移动 是做往复的直动 所以我们把这个叫做呢 直动导杆机构 那么这个廉价杆呢 这时候呢 一个做摆动 一个做呢 往复的 这个直线运动 所以我们把这时候叫做呢 叫做 偏制的直动滑杆机构 那么这个是对于这 就是含有一个移动幅的 四杆机构 现在我们再来看呢 如果还有两个移动幅的 比如像正线机构 这样一个机构 我们来看 显然这是一个正线机构 将取不同构建为机构的时候 可以演变成什么样机构呢 这个呢 是一个导路方向垂直运动的 就是说滑块 在垂直运动的 这样一个正线机构 现在对这个机构 取不同构建为机构 比如我们取构建三 构建三呢 它是一个钉子形的这个构建 实际上也可以把它做成 实际上是一个十字形的构建 那么这个构建把它固定 那我们看 那我们看这时候呢 就得到这样一个机构 那么运动构建呢 一个是滑块四 二 还有一个呢 就是它的连杆一 那我们看 滑块呢 做往复运动 分别在两个垂直方向 做往复运动 而连杆呢 做平面的一般运动 既有这个转动 又有移动 那么我们把这个机构呢 我们看这个 双滑块机构 这个在我们前面 已经介绍过了 这个机构呢 实际上是也可以看作 是一个椭圆仪机构 那么这个如果 我们再取的构建二 滑块为机构 那这时候呢 我们得到的 也是一个正弦机构 这是移动方向 在水平方向的 一个正弦机构 那么我们再看 如果我们取 这构建一为机构 那这时候呢 这个十字滑块呢 我们可以做成一个 空心的 槽状的 槽状有滑块的 这种连接 这样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时候呢 我们看这个 什么机构呢 那么机构是一 而连架是谁呢 那就是两个块 而且这两个块 做什么运动呢 做整周转动 这时候我们把这个 做整周转动这个块呢 绕自身走 做转动块呢 叫做转块 所以这是两个 两个转块 所以我们看 也是作为机构呢 一个输入一个输出 所以作为它的 两个连架杆的 这样一个特点 那么这时候呢 我们叫双转块机构 所以机构命名呢 一定抓住是两个连架杆 一个输入一个输出 根据它的运动特征 或者构建的这个运动特征 来进行命名 那么这种机构呢 显然 我们把一个转动运动 变换成另外一个转动运动 而且我们可以看着 这两个转块呢 和这个十字架 十字槽呢 它是一个 只是移动幅组成的 它们彼此之间呢 它没有相对运动 没有相对转动 没有相对转动的时候 这时候呢 脚位移脚速度脚加速度 完全是横等的 那这时候呢 我们可以看出 如果我给 A处的这个 转块 一个转动运动 那么就得到在 B处的一个转动运动 跟它完全 位移速度 加速度 完全相等的一个速度 那么这样呢 就我们可以实现呢 在两个 不平 不重合轴之间的 这个运动的这个传递 就是把一个 轴的转动 变成另外一个轴转动了 那这时候呢 它可以实现连轴器 当连轴器 有错位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用这种 所以叫十字滑块连轴器 就是根据这个原理来设计的 那么以上呢 就是我们以这个 脚连四角机构 曲柄滑块机构 和双块机构为例 然后呢 我们取不同构建为机架 可以演化成的 不同机构的这个形式 的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